朋友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一提起房子啊,老百姓们除了第一个感觉就是贵哟 是吧,还有两个心态 什么心态呀,第一个心态就是拍大腿后悔 后悔没回 给呀,这贵去十年二十年 为什么我就没在好城市买个房呢 买俩呀,买啥呀 那些你说买了的,买了的也后悔 我为什么没多买点呢 哎呀,你说这买了不就狠了 哪怕你借钱,哪怕你贷款,哪怕你借什么 都行了,那看着乌乌的涨了,是不是 只要你买了,那你就翻了身了 你要多买几套,你就跨海洁城了 你要对多买几套,那你就是富豪了,是不是呢 哎呀,这是第一个心态 第二个心态,你要问老百姓 你说未来房子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大多数人都摇头 你就是说有上涨的机会 也不来不会说像前些年那么暴涨了 你指他说的投资赚多少多少的可能几率不大 是不是 那么对未来房价的走势呢 很多观点都不同 有的认为会涨,有的人会跌 是不是 但是有一种观点 老宋是比较认同的 哪种观点呢 就是有人说呀 一些大城市 例如像北上广深 这样的大城市 类似这种大城市 房价还会继续坚挺 不会闹 它甚至还会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人口的增长 所以说房子是必然的需要 人呢很多都大城市去 所以他搭的房价还会自坚挺的 刚需还在那里 但是一些五线的小城市 甚至一些小县城啊 就不这么乐观了 他们的房子可就为难了 说不好听的 不是涨价也不涨价的问题 甚至你这有那种房子想卖都不好卖了 那咱们聊聊为什么说这些小城地方 小城市小县城小地方的房子不乐观的 未来他还有买的价值吗 咱们来聊一聊 咱们先说说当初小城市小县城的房价 也涨得挺狠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十年二十年来说 全国房价就一个字 涨涨涨 没有地方不涨的 是不是小城市小县城也是一样 也不例外 甚至都翻着翻的涨 你说为什么他们也会涨啊 有人说的 当然就炒作了 那就炒作呗 这不宣传 咱们呀炒出来 这个原因肯定是有的 肯定是有炒作在里面 但是不单纯是炒作 它还是有一定市场的原因的 什么原因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房子会不会涨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他的人口有 如果他有足够的人口 那么刚需就存在 房价一定会上涨 因为大家都需要房子 买房子多 他就上涨 那么人口流失 人口少 必然房价就会受影响 没有那么多人了 那朋友说了 那不对 也老说了 当初那些小县城 小城市的人口 不也流失吗 确实那些地方的人口 他也是流失的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情况 你知道什么情况呢 就是他也会流进 在那些年讲什么 城市化 城镇化呀 是不是 农村的一些朋友 他也往小县城来 他就像一个蓄水池一样 这边打开水龙头了 有一些人出去 但是呢 这边会进来水 农村的呀 什么的 进一些小县城啊 进一些小城市啊 他们都拥进来了 是不是 那么他们来的 比你流出去的多 而且来的人 必须要买房子 所以自然 对房子需求的就多了 为什么你说 农村朋友都进来 小县城国 小城市买房子呢 因为呀 农民朋友啊 你不管是 出去做农民工也好啊 出去干什么也好啊 出去打工也好啊 虽然辛苦 虽然累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收入也增加了 他们的收入增加之后 要求也就多了 尤其是孩子结婚 以前的大瓦房 已经不行咯 现在那边一结婚 现在呢 就得要求城里有房了 那这就是刚需了 你要城里没房讲话了 那孩子结不了婚呢 怎么办呢 所以手里又有点钱了 那赶紧吧 去城里买房子吧 那去哪城里买呀 那县城小城 这是首选 为什么呢 大城市买不起 太贵 占一个还远 离一个太远 那首选第一个都是 自己所在的小县城啊 或小城市啊 哎 在这种地方买 而且呢 我跟你讲 大部分买房都是看 买涨不买的 你看看啊 那这全国的房价都在涨 小县城的房价 也是一天一个价 小葱的房价 也是一天一个价 很多农民朋友 一开始没想买 一开始 哎呀 还早呢 不着急 可是啊 你今天看的房子涨 明天看的房子涨 看也买的 哎呦 一听 一说话 全的房子涨了多少 自己心里都焦虑了 哎呦 以这个涨的方式 我这点钱 但我今天买不起了 那不行啊 我得买呀 买完以后卖了也合适啊 对不对 那孩子 五岁了 是不是 赶紧吧 要不到时候你想买 买不起了 那到时候得涨到多钱去 是不是 所以 需要的 孩子是零的 需要房子他也得买 孩子不需要的 才五岁的 六岁的 我孩子也不小了 也得买 所以这些人全出来 甚至把十年 二年以后的房子 也都买了 你看这是一部分 再有一个呢 那个这十年 二十年 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 很多农民 年轻的农村朋友 都进城打工了 尤其上一些大城市 他们上了大城市 见识的多了 见识的广了 看到了大城市的 登红酒绿 最重要的是 在大城市 不管怎么样 挣的多了 是不是 挣的多了 心情也能什么 他们肯定要成立买房 而且大部分人呢 还没有在农村 不是在大城市买房的本事 就你还挣不了那些钱 有了一些钱 在大城市买不起 而且呢 大家都要这面子 都想着 我得回老家有套房 到最后 我得回老家呀 我还得有套房 所以这些人呢 无论住不住 当时老宋也是这样 我都要跟老家买套房子 我可以不住 我跟老宋买套房子 多数年都不住 一天都不住 那我也得买一套 放在那装修完了 我得有 所以这批人也在买房子 那么这样的话 什么呀 这些小县城 小城市 买房子就多了 多了 他的房价就上涨了 再根据大整个大环境的情况 那房子之前就涨了 是不是 可是 那朋友说了 那为什么现在可能就不行了呢 到了一定阶段 朋友们看一看 小县城和小城市 真的是不行了 为什么 因为发展有局限 除非一些特殊的县城 或者一些特殊的小城市 你看某某县城啊 那现在大发展 比如说雄安的 那肯定行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县城 普通的县城和小城市 大家住在这里以后才发现 哟 和我们农村区别也不太大 为什么呢 在这里生存 你也没有太好的发展 你也找不到太好的工作 你也挣不到什么钱 挣钱难呢 对不对 那么怎么样 那么我还得去外头挣钱去 我去外头挣钱去 这房子空着 你说白瞎不 时间长了想明白了 多少年都住不上 你说我要他干什么 钱还压在这里 而且房价也不涨了 那大家就会出手 出手的多了 这个房子就不得了 而且有的人呢 在干了多少年之后 时间长了就想 你看根据什么上学啊 医疗啊 各种环境啊 各种生活 各方方面面觉得 小县城还是不行 小城市还不行 那么我有这些钱呢 我说我卖了它 我在大 我现在钱也多点了 我在大点城市买一号 那么对以后孩子上学 对以后生活 都好 医疗都好 那么呢 我就个大城市买了 是不是 哎 我就小县城更不选择了 哎 我把小县城买了 这样在选校城的买的 就不多了 再有一个呢 以前说农民进城买房子 这些农村朋友啊 该进来的也都进来了 所有条件在县城 城市买的 当初也就买了啊 说没有条件的 现在 他也没有条件 所以大部分这些 进城的人已经买完了 也就是说 我说的蓄水池 出去了水 还在 就这些年轻人还在往外流 但是进来的水 已经很少了 那么这个时候人口就在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小县城和小城市的房子 自然就开始下落了 那就像老宋所来城市也是一样的 现在年轻人还在出去啊 但是人口回不来 没有人口进来 那自然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呢 有些朋友又说 老宋啊 也不对啊 你看一看啊 你看看那个 那个人口虽然不得什么了 但是 这些出去的人 一般情况下还会落叶归根的啊 这种小县城 小城市 养老还是可靠的啊 还是好地方 所以啊 未来这般人还会回来养老的啊 是 还是很大一批人 还是最后落叶归根 活到小城市 小县城养老 但是朋友们 你可知道 靠一帮老人 能支撑起现在的房价吗 那是不可能的呀 是不是呢 而且刚才说了 买涨不买跌啊 以前什么房大家涨 大家都想到 呀 再不买以后买不起来 现在看着房子 呦 它也不涨了 我为什么要把钱押在这呢 油还能跌呢 我再炒着吧 越这样 买的越少 你说是不是 所以现在小县城 小城市的房子 还是小心为好 谨慎为好 那有朋友说的 那是不是就不能买了呢 当然也不是 因为老宋始终认为 如果你是刚需需要买房的人 那么你在哪买 什么时候买 都是正确的啊 如果你不是刚需 你只是为未来着想 甚至为投资着想 那么老宋劝你 还是谨慎吧 这些小县城 小城市的房子 还现在真的 好像没什么太高的价值 你觉得老宋说的 有没有道理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 看老宋砍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观众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